一把戒刀開三槍以圓蓄殘 首持戒刀在藍田康雅院挾持保安主任的他 被兩個警員開了三槍 最終頭頸中槍的他通常死亡 有人批評警察為何一把戒刀就要開三槍 為何打頭不打身 不過也有人力撐說警察朱鎮國在2005年 都是被人戒刀差點沒命 政府或警方有一個很沉重的責任 是需要令市民相信這次開三槍是必須 是保護生命所必須 他就更加促請警方深入調查事件 而黎棟國就說警員是要根據指引使用槍械 要調查或剪黑死因庭了解 又說場面失控時 警方有責任採取適當和果斷行動 來恢復現場秩序 還說警方很重視事件 報告會交由死因庭跟進 監警會委員就說警隊的指引 沒有硬性規定警員向疑犯哪個部位開槍 一般來說警方就會盡量避免使用過分武力 提案 王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